今天絕對要讓各位 一定沒有成就感受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這個軟體 我先口頭上面跟周圍說一下 各位你們在Windows的環境裡頭 有沒有用過一個軟體叫做 魅力思成 看來我是同一個年代 這個軟體寄出來 差不多十五年以上了 好久好久好久了 我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 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一個軟體 這個軟體其實我們EVGO有裝 我先切換一下畫面不好意思 三二一 所以我今天有做一個一下調整 要來跟各位介紹的是我們EVGO裡面的 有一個收錄的軟體 那這個軟體呢 叫Imagination 沒有問一下各位老師 之前有用過這個軟體呢 各位請一下手 之前用過的還是都是老面孔有用過 其他老師都不知道說 其實各位有沒有發現啊 EVGO我們收錄了 將近差不多100個軟體左右對不對 然後動畫風力教學有200多個 坦白講如果要一個一個談 那我們可見得我們還可以 未來還有很多時間可以跟各位介紹很多 那今天呢主要來跟各位介紹的是 這個軟體叫Imagination 這個軟體呢 好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軟體呢 其實它的介面呢還蠻簡單的 我們馬上呢來認識一下這個軟體 那當然咯如果現在是從零開始 什麼東西都沒有的話 那是很難很難展現出它的好 所以咯各位還記得 我們在EVGO有一本官方網站 好吧那我就把EVGO的官方網站 再跟各位複集一下好了 好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開始要來規劃EVGO10了 你們現在看到EVGO9 然後我再跟各位講一個好消息 這學期喔 有大概六十幾位交大的學生 就是參與我們的計畫 哇那就有很多的軟體 所以老師你要是有看到 尤其有很多老師在不同的地方 你看到一些網站 哇它做得很棒 或是哪些軟體它做得很棒 可是呢怎麼都是英文的 趕快跟我們講 好我會讓這些學生 有一個好好的發揮的地方 好各位EVGO官方網站 然後我想各位透過這裡呢 就可以到我們的官方的網頁 好那當然喔 在官方網頁裡頭呢 就是我們之前有跟各位介紹 他有幾個姐妹網站 那在那裡面呢 就可以看到一些下載的檔案 OK好 看這個EVGO一點都不意義 好久才會進去喔 好我們現在呢 可以看到 那我直接用P的 好那當然我們有一個 除了EVGO官方網站 卷頭卷到最下面 有印象嗎 有這個共筆的網站嗎 就是這個 好 好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這個軟體呢 在影迪裡面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之前我們有介紹這個桌子的路子嘛 然後呢之前也有介紹過OpenShot 今天呢要來跟各位介紹的是 ImageMation這個軟體 那各位老師 他就放在影音裡面 所以各位可以聞點 影音裡面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 影音裡面呢 好 等一下下 好我們等到影音裡面呢 就會看到這樣的一個順序的排列 影音裡面呢有各式各樣的軟體 那我們盡可能的就是透過這個平台 做一些軟體的介紹的收集 那我也為什麼要跟各位介紹這個軟體 大概還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 像現在很多老師都會幫小朋友拍很多很多的照片 那拍來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的時候 怎樣做一些投影片秀 像這一類的做法呢 這個軟體就可以做到了 好 好 那他現在的速度比我想像走很慢 好 那我們呢 一邊等待的過程當中 一邊呢 你來跟各位介紹一下一個網站 有一個網站呢 叫做 CC 創作CC 不曉得各位老師們 也要到過這個網站 好 這個網站呢 很重要的要來跟各位談一個東西 就是 老師你有沒有發現 不管我做投影片秀 或者我做一些教學的作品 那你很擔心說 你插入了一些照片 插入了聲音檔 背景音樂 到底合不合法 請各位老師就來這邊找喔 會不會發現 素材搜尋 所謂的CC 它這兩個字喔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叫CC 就是這個 第一個C就是Creative 第二個C就是Commerce CreativeCommerce 那它這邊有很多的素材可以搜尋喔 比如我點一下它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的素材 如果老師要點找照片的 你會看到 這邊 那比如說 我們要找一些跟小朋友有關的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 按一下搜尋 當然它就會找到一系列 那你要不要能夠允許改作啦 允許商務 然後用土壹家把它打勾 它就會幫你找到一系列 這些呢 我們都可以應用的 這照片 非常非常多 你看這樣子 符合CreativeCommerce授權的照片呢 哇各位 這裡面的照片就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就可以從這裡面呢 去找到你要去應用了 那當然我已經幫各位都 已經擋理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作者 你可以透過某一個照片的風格 再去找某一個作者他拍的照片 你看他這個照片 他就會告訴你他的授權方式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拿來 第一個 你不要用商業D 你看到一個 這個地方你只要再點下去 就可以看到更清楚 它的標示是什麼 比如說它的標示 欸這邊還可以再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它的華語 台灣有沒有 我就可以知道說 欸我可以把它的照片拿來改一改 拿來再把這個檔案的COVID給朋友 有沒有看到 那只是要尊上那個 我不能拿來做商業動作 我要標示這個誰做的 然後呢 鏡子修改 OK不得變更 類似像這樣子 那這裡面呢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資源 那除了照片之外 當然喔 我們在做投影片秀 也很需要一個東西 就是我可能需要聲音吧 我可能需要一些背景音樂啊 好 那比如說這邊當然有很多有關 這幾個 全部都是公眾授權的聲音 那各位老師們你可以點一下 像現在很有名的 有在玩手機的老師喔 現在在聲音裡面最有名就是一個叫SoundCloud 它可以跟我們的一些手機的利用 做很多很多的結合 那如果說這些音樂是你覺得不錯的 你待會兒要用到的 這就是素材啊 我們來做一個投影片秀 然後我需要一個背景音樂 那你只要點了之後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試聽一下說 欸這個音樂如何 如果你覺得不錯 各位我們看到Download 那你也可以看到 欸有多少人在討論這段音樂如何如何 可以嗎 好 那這個呢 是未來各位可以留意的 因為這也是現在 欸那是用手機APP的嗎 好 那這個還蠻流行的 那你 我想未來你會看到很多這一類的 跟手機的整合 好 那為什麼它聲音還沒有出來呢 欸各位 這個老 欸 國學老師 那有些你們都覺得 哇 如果我們三個人做影片 對不對 那三個這種音樂 感覺有點有 最好的感覺對不對 好 各位你們單位單位 你看 哇 第一首 就這麼棒有沒有 這些都是公眾授權的東西喔 好 那我今天呢 我有幫各位 哇 你們有進去啊 好好好 各位 可以看到 你們 我先把畫面先切給各位 好了 我待會兒用另外一個網頁 先切換一下畫面 3 2 1 呃 老師我們 就 剛剛提到影音嘛 那這邊有很多的連結 呃 各位可以看到 欸 你會看到 Imagination 它的位置喔 其實各位 你從這個地方 就可以了解到說 為什麼我們要 呃 應該這麼說 我們要 為什麼現在有系統 我們就直接把它做一個整理 老師們從你們 第一次看到 一直夠到現在應該 看了很多 你不變的就是 這種排列的方法 現在到 以前大家覺得 你很審慨 我是一個不熟悉 當你看到 命的時候 你就知道 這些東西很熟悉了 那自然而然你就不會覺得 太陌生了 那多一點看到 好 Imagination 在這裡點進去 那我說 我們現在就希望說 透過了這個平台 來 或許老師離開了對不對 哈哈 日髮 這個太明顯了 那個 網路果然是他養的 好 等一下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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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嗯 好 沒關係 我有自己在網路了 我用我自己的電腦 不要用你們的電腦 哈哈 好好好 好 那你們先找找 一下這個音樂的部分 反正我 我待會就 你們有到過這個網站 好 那我 我還是用我自己的網路好了 那我重新用我的電腦 你可以按一下儲存 可以嗎 呃 這個位置就是在Imagination裡面 那當然喔 你也可以到這裡 去看一下他的官方網站 他官方網站 呃 長這個樣子 哇 當然喔 都是英文的齁 那當然這邊有一些介紹 這種軟體喔 他的精華就是在這裡 他的半場效果 你看他的存知全 當然看起來 好像沒有很 但是呢 我們待會就是會用這些 轉場的效果 來做一些照片的變換 你看到 從哪裡有沒有 就是 第一張照片變成 第二張照片 他有哪一些特效 我們待會呢 就是 用這些效果 然後來做一些引用 然後 今天呢 待會有些經典的範例 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先知道一下 我們今天的 例子在哪裡 記得喔 我們今天呢 已經透過了 然後到了影音 影音裡面的Imagination Imagination裡面呢 你它會捲軸捲下來 然後 就可以看到 辦例的練習圖檔 然後呢 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 就是我們說 老師們就快點兩下 然後呢 解壓縮嘛 OK 這個就是 好的 辦例的檔案 快點兩下 解壓縮 確定 那就可以了 好 這在EasyGo裡面的解壓縮的方式 就把你們看下 好 各位 呃 這個呢 就是 呃 我們待會呢 就是用這些照片 來跟各位介紹 欸 怎麼樣做一些能夠演繡的變化 那 這張照片呢 也是從那個 CC的 喔 sorry 因為Blinger的一些網站 啊 有點亂啊 沒關係 它呢 就是我是從這個 也是Blinger的網站 那它也是用CP授權的方式 所以我就把它 呃 呃 扣給大家 讓大家分享啊 了解到說 嗯 這些照片 好 好 放棄完給各位 沒有關係啊 各位有發現 這邊有所謂的精簡的顯示 那你其實你只要把那個 呃 我們的顯示的部分 把這個 名字喔 排列 項目的排列呢 比如說 根據修改日期 一看就知道是剛剛修改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當然囉 這些全部都是小張張 可以嗎 好 各位大概知道一下喔 所以這也是 呃 我們在Windows裡頭 概念的延伸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拍了這些照片 我說為什麼我用把握 好 今天一定讓大家都會學會喔 這個軟體呢 好 照片在這裡打按鐘管喔 然後呢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好 已經幫各位裝好了 Visico就有了 Imagination 那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在做投影片秀呢 那照片怎麼要放進來吧 那照片放進來 當然你可以用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我們呢 最基本的 你要匯入圖片 還有匯入音樂 這是這兩個基本的元素 匯入圖片 你可以這樣子學 好 像桌面上啊 Foto裡面呢 按住 大家都知道 連續選取是按住 旋的鍵 然後按一下開啟 然後就會發現 全部的照片呢 最後都放進來了 好 那 放進來之後 什麼有些照片都太大了 記得照片放進來之後 有一個按鍵 縮放置視窗的大小 這個很重要 那這樣呢 每當照片就比較容易 能夠看到整個大小了 太小了 可以嗎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就讓各位知道怎麼樣去拍這些照片 我再試一次 你看喔 我現在開啟了影音 然後呢 然後呢 Imagination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用 會圖片進來 會圖片進來 來呢 如果 這樣子 透過資料夾 一直要按住 SHIP的鍵 或者是我要 跳著選 我也可以這樣子 我只要點 這一張 那我就按Ctrl鍵囉 好 我可以單獨的 選某幾張 好 我只要這幾張就好 跳著選 有沒有 各位再按一下開啟 以後都進來了 當然 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按這裡 讓這個 縮放嘛 因為待會我要用這部分來鋪排 那 除了這樣子之外 再跟各位介紹一個 方法 你也可以 你看喔 我們開啟這個軟體之後 以Imagination 你要拿幾張照片 其實 你們可以用檔案總管 你可以 軟體喔 不要開那麼大 你可以這樣子 欸我要這一張 我要打一張 就只有哪一張進來 欸很棒 記得喔 拉到這裡 因為到時候顯示不就顯示在這裡嗎 因為你有很多張照片 你到時候要怎麼樣呈現 那就是用這樣子 那當然 放進來之後 不要的 你可以按Delete 就是他非常直覺吧 他軟體的操作 好 那我待會呢 就用這張照片 這個 來個聖誕節系列的 他 我很喜歡這一個攝影師 就是他 他對小朋友的風格都非常棒 好 把這張照片都放進來了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先知道怎麼樣把照片放進來 好 當然喔 聲音我們待會兒會更多介紹 接下來呢 我們已經知道說 欸怎麼把照片放進來嗎 那照片放進來之後 我再看已經有些老師已經知道什麼用了 我這個項目 欸還蠻簡單的 好 OK 各位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這裡 我們 現在把照片都放進來都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還可以放哪些東西 我先切換一下畫面 Sorry 3 2 1 嗯 當然喔 照片放進來之後 就是 這樣子喔 那接下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Spray的按鈕 我按下去就可以還是多放到 那 當然喔 預設喔 每一張都留一秒鐘而已 一秒鐘會換到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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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到 如果我希望呢 這一頁到下一頁 它有一些變化 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們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選 其實它這個軟體蠻不錯的 你有沒有發現 那這邊有一個縮圖 大概就 你 不用管那個英文字的問題 你只要有耐心 看一下喔 那這個是什麼 可以嗎 那 它裡面的特效非常非常的多 沒有很華麗 沒有很華俏 但是 你會發現 還蠻實用的 我個人跟各位分享幾個 蠻常見的一些應用 這幾個我覺得都還好 我 我比較常用 像這個是照片飛出來的 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到 第二張照片是飛出來的 好 來一個飛出來的這個感覺 還蠻不錯的 第一張照片就來給它飛出來 好了 第二張照片呢 我們就繼續選 其實你可以快速的看一下 還有這個 這就是淡錄淡出 淡錄淡出不錯喔 第二張我們再淡錄一下 然後第三張呢 我們還可以看一下 你看喔 就是它的效果 還有心情的 那這個呢 這個很像一個方塊在捲動 有沒有 這個也蠻不錯的 這個就蠻適合說 這個就蠻適合說 你敢把這些照片 全部弄起來 好像是一個方塊 再轉動 好那我們這一個呢 我就上下轉動 我們來看一下 欸 上下轉動 然後呢 下一張 剛好給它反過來好了 各位 你可以看到 剛剛呢 這個是 從下轉上去 那我接下來是 從上轉下來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呢 各位 還有一些其他蠻不錯的 這個好像是抽換 欸一樣是上下 那我來個不一樣的 左右的抽換 好了 這是抽換的效果 好 那這一張你來 你來一個抽換的效果 OK 各位你看喔 這個抽換效果還蠻好的 好 這是從右邊 剛剛是左邊抽換 右邊抽換 好各位 我都已經設計好了之後 再播放一下 第一張 第一張 欸這個就飛出來 旋轉出來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們常見的 一個樣子 第二張不就淡路了嗎 淡路的效果 然後呢 再來呢 欸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我們常看到的 推移的效果 那 那這個速度喔 我們都還可以再去做 你看 推上去推下來 你知道嗎 這種換照片的 情況 好從右邊 輪轉過來 那從左邊 輪轉過來 還蠻容易的吧 那 這就是我說的 我們現在的速度是一般 如果你覺得想要快一點 再選擇快一點啊 要慢一點就選擇慢一點 那這張照片 就是說 你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已經出現到這裡的時候 接下來你要停留多久 就是投影面的效果啊 然後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呃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 場景的一個設定 我先把畫面切換給各位 各位感受一下說 喔原來它有哪一些的效果 好 第一個區塊 好無疑問的 啊就是換場效果嘛 我跟各位建議 就是我剛剛介紹那幾個 是我比較常用 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來跟各位介紹 場景變化 場景變化 是我覺得這個軟體的精髓 很多人都只有看到換場效果 但是我跟各位講 下次你要做一些 應該這麼講 好的 如果我說這個軟體 我要推薦人家說 它最棒最棒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就是場景變化 好 好 各位 這就是它的賣點 怎麼說呢 你看喔 假設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幾張照片 就有小狗 對不對 如果我這張照片一系列呢 欸我要強調這幾個小狗的表情 怎麼說呢 你看喔 我現在預設的只是這個樣子 我現在預設的只是照片出來 然後呢 就這樣可以啊 然後接下來就是換到下一張 你有沒有發現 這這樣的呈現太平淡了 你看到的 這只是換到下一張而已 那我說這個軟體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是 它可以針對我要強調的焦點局部放大 關鍵字就是我剛剛說的這一句 你看喔 你看這樣不是整張換場對不對 我現在給大家看喔 我的做法是這樣子 OK 我現在把它停止播放 好 這一張沒有小狗 欸 那我假設我這一系列 我要凸顯這個小狗 小狗呢 第一張 你有沒有看到 長期的變化就是我的 預設都沒有嘛 新增一張 這是本來長這個樣子 那第二張呢 我希望給它放大 有沒有看到說法 你可以放大幾倍啊 我放大兩倍就好 這樣比較剛好 然後呢 放大的時候 小狗的臉要在這個中間 可不可以了解我意思 那 Post擺好了 你就按一下新增 有沒有 這樣子 那 這就是我說的 你看如果換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本來是這樣嘛 那 我覺得這樣還不夠 我先有 原來大小 先一張吧 然後呢 各位 我先看一下 Sorry 可能我之前有預設的 一開始預設全部都沒有 那你就想它變化了點 我從來 第一個 我建議先 原比例啦 或者你一開始要 一般來講 你也沒有辦法更小的 你就比例是一嘛 然後呢 照片接下來出現之後 再來給它放大 放大兩倍 我的焦點是在這個小狗嘛 所以咯 放大兩倍的時候 好啦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後呢 新增 所以我用兩張 一張是原來的比例 一張是放大兩倍 放大兩倍的焦點 我把它擺在狗的表情上 對不對 好 第二張照片一樣 我原來的比例給它一張 再給它第二張 有沒有 有沒有 各位再來呢 我們再來第二張呢 就兩倍 有沒有 把它新增 喔可以再來一張 把它變回原來的比例 可以啊 可以嗎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我有三張 就是 你看喔 我現在呢 給各位看一下 它呢 有沒有 它可以讓你說話 調整一下 原來我的第一張是這樣 第二張是這樣 第三張變這樣 有沒有 好啊 那我們現在來一起 來拖拖看 這一招才是真正這個的精華 因為它可以凸顯 你要呈現那張照片 某一個焦點 你看 變到這一張 真的沒什麼 剛剛不來就這樣子啊 現在呢 你看看 欸 有沒有把它 read in 這種感覺 好 到下一張 所以我們下次有一些照片要播放 你要強調某一個重點 有沒有 變大了 再把它變回去 這就是我說 我們可以用它來呈現 那後面我還沒有做 各位不錯嗎 這個就是所謂的場景的變化 好 好 畫面期望給各位 所以下次你有一些照片 欸 某些地板啊 這個字 其實它這個字要把 其實你看喔 它這個軟體就是這樣 你把東西放進來 接下來你可以操作 就是在右邊這裡 那我想 這個地方字幕設定的 它是固定的 那你接下來就直接就打字 好 預設它會打出軟字在這裡 好 那假設呢 這個字的大小 你可以自己決定說 噢 我的字要多大 可以嗎 好 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決定說 你要什麼樣的顏色搭配 這個 都很輕易的 你可以看到 這件事情 好 比如說 欸 32好了 那至於說這個字 這個字要把它動作 比如說它是用漸變的顏色 還是說它的動作是從左邊滑路 各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到 它這裡 你只要按一下播放 馬上你就可以看到效果 可以嗎 那你就可以來看 那個速度你可以調整 太快太慢 你都可以在這邊做個控制 甚至這個字 你是要用變大的嗎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字 從小變到大的 這種效果 好 那字還是你要把它單純 單純是一個一般的字幕 把它擺在下面 這個都可以 可以嗎 好 那我把畫面呢 呃 切換給各位 那大家就知道 喔原來加字幕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把字呢 再把它加上去 字的搭配就是位 大小啦 還有位子 還有動作 就這樣子 對 沒有錯 盡可能的 一開始你的照片 要大張一點 它最後會幫你做小 可是如果你是小小張的 待會我會講會數你就知道 如果你是小小張 它硬要把它撐到那麼大 就會變長 就要把它塞車的現象 對 這個地方要來跟各位提一下 我們就要差不多了 好 我先切換一下畫面 3 2 1 呃 各位不管 大家最後那個字是如何 那當然大家都已經知道 可以把字打上去 然後有一些動畫的效果 那它有幾個關鍵 接下來一定要有聲音進來吧 呃 其實在做影片這邊 還有一個地方要提醒大家 就是 各位 有些時候你們發現 我們都只知道 把這些照片放進去 其實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常常在看人家在做這種影片秀的時候 都好像會有些幻場的 一個東西出來 那我所謂的這個幻場的部分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場景有沒有看到新增一個場景 就算我新增一個全部都黑的好不好 各位這也是一個效果吧 搞不好我這個時候就是要來這邊打幾個字 然後告訴大家我接下來的主題是什麼 對吧 好 而且啊這個黑色的部分呢 你還可以做特效的 比如說這個 如果只是單純黑色 那可能沒什麼 好 OK我直接按一下播放給大家看 好 那播放呢你可以看到 就下一張黑色 然後呢淡路的說變成這樣子吧 那如果我在這個地方有打字 是不是又可以把我的主題給凸顯出來 而這一張喔 你隨時可以不要再把它沾掉 需要的時候就有場景 新增場景 它也可以做成漸層喔 你要看你要用什麼樣的顏色都可以 但是一般都是做單衣顏色 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這個地方我們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原來有這個 好這個是提醒大家 那總之呢 這個場景增加進來之後 接下來就最後要處理音效的部分 那這個軟體呢 還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它的音效呢 並沒有辦法直接在這邊就很及時 你可能要 先把聲音匯進來 那我 我會建議各位 如果你開始不想找什麼樣的聲音 就是到我剛剛說的 這邊有很多的音樂 我個人覺得還蠻不錯 而且各位都可以合法的使用 那我下載了這個音樂之後 其實 好吧我這邊剛好有剛剛下載了一個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音樂 那這個音樂是怎麼呢 可以播播看 這個好像就是第一首 我現在做了就直接把第一首抓下來 那這個音樂呢 如果 有可能 有可能各位的音樂沒有辦法 有可能各位沒有辦法 一次就成功囉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喔 我這邊呢 沒關係 怎麼辦就找我們國權老師 就是拍電影有辦法讓你 讓你可以有出聲音的 好那接下來呢 嘿 我給各位看一下 那當然假設說 欸這些東西都弄好了 那當然就要處理 會出的事情喔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呢 有關於 這個 這些檔案喔 就是剛剛老師問到的 欸那這個大小的問題啊 最後我要把這個東西丟出去啊 你要拿一種格式 欸各位有沒有看到 FLB是至少大家最熟悉的吧 那你就只要選擇你最熟悉的那個就好了 FLB對不對 那你的大小呢 你們看到這邊有各種大小 好啦 現在是做練習 小小的就好 有沒有 換句話說 各位你以後挑的照片 一定要比這個數字大就對了 有沒有看到 320x240 或400x300 這就看你到時候 你要做的影片是多大喔 你的照片呢 就是要大於你要匯出去的影片 這樣就對了 那比字就不會很差了 可以嗎 這是一個概念 好那假設我這樣子 OK 所以呢 換句話說 你要把這個照片丟出去之前 一定要做一個設定 什麼樣的設定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揮出之前一定要有一個設定 就是這個屬性的設定 屬性設定完了之後 各位這樣就可以了啊 然後你看歪一下揮出 有沒有 那揮出呢 檔案名字是什麼 好 我把它 就叫NORN的FLB 好的 我把它放在桌面上 好 儲存 然後呢 底值是如何 好 就去預設的就好 各位 4比3還是16比9 好 那就4比3 好 那就可以了 電腦呢 就在幫你把所有的東西 會議員出去 那 他那個音樂 就從頭一直撥到尾了 好 就是這樣子把它清進去 那你看 你有幾張效果 他現在就在幫你做一個處理 欸 看起來我們的電腦 這是我的電腦 我這個電腦是六七年前的電腦 看起來 好大滿快 那你們的照片不要放太多張 因為他 你可以看到他每一張每一張跟 之間是會有一些暗長的效果 那他就會去做一些執行 可以嗎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這個地方 這個就我剛剛做的嗎 為了撤離說這個音樂是他的 我把剛剛的音樂先把它關掉 這個我在練習 好那我剛剛做的這個呢 他會出去之後就長這個樣子 可以讓他找到淡路 不用放大 可以嗎 好 這就是很基本的 我們下次這個照片呢 就可以做這樣 那因為 我現在把它弄成全螢幕 所以就發現他怎麼有點不一樣 所以你要記得 你看你以後的照片要多大 那一個大放進來 他會幫你地圖 可以嗎 其實他動畫 實際出出的時候會變得更快 還蠻多暢的 好好好 那 當然囉 各位 到目前為止各位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軟體有沒有很有感覺 好 那因為時間也到了 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認識這個軟體呢 我認識這個軟體呢 是我一個好朋友 國賢老師還有很多老師都知道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 太感動了 好 那所以我決定要把這個作品給大家分享 很經典 我上次不是有跟各位接到懵獎 有齁 那個學生非常天才 我最後的ending 就跟各位分享一下這個同學的好了 好 各位看一下 這個同學呢 他不只是做那個懵獎的影片 他還做一個影片是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 各位看一下 他還做像這個 我們之前 之前我們只是做軟體中文化很麻煩嗎 他就做了一個宣導的影片 對 我們不是有一個中文化的平台嗎 好 好現在念研究所二年級 好 還蠻有意思的一個 好 ou 做了一個 笑 啊 所有的東西也都用自由阿 你這個 快點盤子混合不起來嗎 哈哈 還蠻有氣 啊 笑 啊 嘘 嘘 不過現在不用基地舞的階段 全力是一個自由的體能嗎 網上上面有宇宙類似的中文化學的軟體 裡面也可以遷情形狀態 像是沒有能力的循環 這邊以來就會有這麼多的共同的一種圓圓 然後分享到現在就在我們 那我現在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這位同學呢 因為他我才認識的 說 喔 因為這個Imagination對軟體這麼好用 是因為他做了一個作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位同學 他有Imagination做了一個什麼樣的作品 國權老師應該也沒有看過了 這是一個Imagination做的 2耶 好 啊 你上一個背景 對 有用這個帥氣的跑步 他還自己壓到來喔 那是你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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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想動 人家 在想動 像這樣子的一個信號人員 我們都知道為什麼 美娜她跟普通的女生告白的時候 她所得到的答案 都會是同樣的一個 各位看得懂她的優惡嗎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OK 謝謝